大家好,歡迎收聽《望向快步》 今天六折馬之二,2019年12月19號 在紐西蘭的伊德塔洋,還有在澳洲的珍比斯 珍比斯走開了,不要緊,還有在馬來西亞馬來西亞 大家好,午安 台灣許留山 還有在香港的社長Raymond Wong 大家好 大家好 在節目之前,剛聽就給個like,可以分享給朋友 最重要是訂閱我們的頻道,還有按旁邊的鈴鐺 有新節目通知你 繼續壯大中立模式的力量和宣揚美聖的聲音 許留山,這一節是不是有些慈善事情要說一下 是啊,見到我們上次回到香港的時候 我們去了一個債店捐債飯 以《望向編一部聽眾》的名義去捐 有些人說,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平時有欣賞我們的廣告 廣告費 我們就抽掉一部份去作為捐款 代替大家去做這個小小的善事,給一下心意 接下來一月的時候,我們又會去香港繼續這樣做 跟大家說一聲 因為看到這段日子,很多店鋪或者市道上都非常不景氣 令到捐款的人都真的少了很多 店鋪本身都可能經營困難,還要自己撐些錢出來去捐款 都有點窄窄的 我們回到香港的時候 一月回到香港的時候,都會去找一些不同的 不同的店鋪 我們試試去幫助一下 又要可靠 是啊 或者看看聽眾會不會留意到身邊的店鋪 都可以分享給我們聽聽 我們實地了解過之後 看看是不是真的有需要幫助 或者是真的值得幫助呢 我們到時再考慮哪一間店鋪要去這樣做 對不起,我的聲音其實是還沒康復的 我今早才去了看醫生 很多謝網友的關心 我先借個位子多謝大家 很多人PM了我,又叫我試這個藥 笑的藥 但我決定還是去看西醫穩陣一點 因為其實太長時間沒有好到 喉嚨一起來還是很腫很痛 沒辦法了,就去看醫生 今天看完醫生之後 我就去了麥當勞買杯領茶 喝一喝 看到在佐敦的麥當勞 很多麥難民 很多人躺在麥當勞 其實如果有朋友 尤尖旺區 其實我認為尤尖旺區 就是麥難民的重在區 但是我不肯定 我真的不敢肯定 如果你可以告訴我們 你哪一區的麥當勞 是很多麥難民的話 其實我們會盡量找回那一區的小店 或者那一區的會有派發行動的店 告訴我們 我們去做一些 我們去試一下好不好吃 然後又去找老闆聊聊天 大家覺得可以的 我們再做一些捐款 現在暫時我們會做 就是已經出了名是ok的 那我們就回去捐 但是 或者一些是我曾經去過 也都了解過的店 所以上次有些聽眾問 為什麽去那間捐 因為那間我都光顧了很久 我都有點認識 我沒有大家交換叫什麽名字 就知道我經常都會去一下 所以才會捐 這些我們會充分了解過才這樣 還有說明 我們不會說 聽眾是不是要捐些錢給我們 我們再去捐 不用的 千萬不要 千萬不要 不好意思 剛才出去了拿些東西 你們的錢我們不會拿的 很坦白地說 如果你們要捐錢資助我們 你可以捐給東華三軟 或者其他慈善機構 用我們的網向之有名義去捐 那就可以了 如果你想支持我們 因為其實我們都是秉承一個 秉承一個 就是 貢獻香港 可以說 全世界 全世界 我都捐了少少的 今天都 有沒有說 不好意思 剛才走了 沒關係 你說吧 我捐了200元澳幣 給澳洲 New South Wales 新南威爾士州 有些叫柳省 坤士蘭州 交界有很大的山火 大家都看到很多樹熊都燒死了 他們的 habitants 即是叫什麼 是不是叫 habitants 即是淒食 淒食 是的 這樣就是 都毀了 還有很多的消防員 都是很exhausted 即是叫做 身體很快 頂不住 因為太高強度 又很熱 那便是 他們是義務 有很多消防員 自願者 是一毛錢都沒有收 還有多謝加拿大和美國的消防員 尤其是加拿大 他們是犧牲整個聖誕 到了澳洲的新南威爾士州 是幫忙救火的 小弟就是用 明月捐了200澳幣 將這些 無論是動物還是人 受到這場山火的 叫做 叫做 收害者 都希望他們 微博的 少少錢 希望對他們有幫助 當然 我都會叫其他的 親戚朋友 還有家人 都會繼續捐輸 因為這場山火 真的 我們有網友都住在 就是住在雪梨 其實他們今天四十左右 那天都是黃色的 還有一些葉 一些安樹葉 有些叫做牛家裡葉 其實都已經是很多飄在空中 都變成黑色 因為真的太乾了 還有一個世界遺產 就是藍山 Blue Mountain 其實都 現在都 那邊的樹林 都有消毀的跡象 還有很多人疏散了 所以小弟就盡一份勉力 用中文說 應該叫做 沒錯 也是 其實看香港的情況 也是 相當之多老人家 可能在社會福利那方面 可能安排得不夠完善 所以都相當多要去排隊 拿這些免費飯 所以我聽到那個叫做社福界 還說要罷工 還說遲些可能沒有罷工 沒有人性 這些真是沒有人性 都不得了 我也有個聖誕願望 希望邵家樽應該坐久一點 社福界的代表 反正他那麼想罷工 那麼支持罷工 回去坐吧 再坐一會也會比較好一點 哈哈哈哈 是啊 大家希望都明白 那個 就是邦向的做法 記住了 我們邦向是幫一些 弱勢社群 並不是好像某些網台一樣 又說要拿錢去資助 什麼義士啊 就是那些暴徒啊 或者這些 那些 還有千萬不要給一元 一毫子我們都不會收 說一次一毫子都不收 你都沒有辦法給到我們的 沒錯 如果邦員借我們的名字去收錢 就肯定不是我們 肯定不是我們 是的 千萬不要 千萬不要 因為我們 其實之前 就算我們用邦向之友的名義 出去 許留先生就用邦向愛心聽眾 是 是 清了一點 是 社長太 哇 收據未能 不行 社長你不行 你停一停 你太疾 社長應該的意思就是 之前我去捐的話 都是收據的名義 向望向愛心聽眾 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有份欣賞我的廣告 或者可能是 繼續聽我們的節目 那些聽眾 其實間接來說 都是一個善掌人庸 我的意思是這樣的 我們是不會 亦都不可能 去捐款給我們的 其實不需要 我們自發去做會好 大家的感覺會舒服些 如果我收了大家的錢 原來我們捐到哪裏 可能有些人不喜歡我們捐到這裏 有些人喜歡我們捐到那裏 有些人為何你沒有捐到那裏 或者那裏捐得不夠 反而更麻煩 我們會覺得更加有壓力 我們想整件事是輕鬆一點的 或者可能是真的 我們憑我們自己的看法 理解 或者是那個了解 或者那個認知 才去捐 我們覺得這樣會好一點 因為有些人說 不喜歡那間店 有些人說 喜歡 有些人說不行 我們不想有這些情況 所以我們是不收的 只不過是用回我們的心意 取之於社會 用之於社會 其實就是這樣 事先說定這一節 希望大家趁著這個 聖誕節也好 或者接下來早冬也好 怎樣也好 對多些身邊的 有需要幫助人的 多一點的關心 我想這樣感覺會好一點 是 無論你是什麼宗教背景也好 我相信一個正常的宗教 都是道人向善的 而且道人向平和的生活想 因為宗教就是令你 或者你遇到不開心的事情的時候 不是令你更加憤怒 或者更加不開心 是令你心底有一個更加平靜 更加甜靜的心境 其實很重要 所以希望大家開開心心地過日子 沒錯 我經常在想 珍必師提到這個宗教 那我就想一想 好像沒有哪個宗教 或者怎樣 就是名門正派的宗教 就是道人向善的宗教 我沒有聽過那個宗教 會勸別人攬炒的 是不是 哈哈哈哈 有這樣的宗教嗎 就是怎樣 攬炒 燒了一些東西去 其實這些跟魔鬼殺彈的 那些是相似的 這些風格 那些是邪教 一般我們說 如果叫人家 要道人向毀滅的 這些一定是邪教 還是他什麼 你理解他錯了 意思是他中間是喜歡煮菜 是嗎 抱著來炒 哈哈哈哈 所以我們平時 所以我們在節目中 經常說那些人和邪教 沒有什麼分別 就是這樣 你鼓勵大家 互相抱著一起死 因為為什麼 你說抱著一起死 對啊 他們把香港的經濟拖垮 有很多的經濟數據 已經出來了 他們還很開心 又說自由行少了多少 迪士尼沒有人 又說這樣那樣 很開心 他們看到那個攬炒 我心想 到最後你們自己也一樣 還有這樣說 老許其實是一個吃素的人 其實無論你是吃素還是吃肉的人 其實都不要緊 因為有些人很合理你宗教的背景 但是我想說 其實不要緊 就算你 只要你是 我們跟網友說 只要他是道人向善 不是叫人走向毀滅 是令人過得舒心開心 其實這些都可以相信 還有希望大家 我們社長看到 其實我看到 一個這麼富裕的城市 但是這麼多人 有這麼多乞丐 你的心會很酸 還有不僅是黑衣多 有時候那些很老的阿婆 還要去街上 撿紙皮 撿法寶膠 推來推去 真的看到 這些心都緊緊 還有那些車又不是 可能很大的車 賣了很多錢 我自己的傾向 我最傾向選擇 專門派給老人家 都可以 老宿者都可以 可能社長喜歡選擇 他看到老宿者的感覺 他覺得比較強烈 所以我們說 為何要我們自己去搞 就是這樣 世界各國都有不同 需要幫助人 所以我們就選擇了自己 比較適合的方式 或者我們覺得 好像澳洲現在 澳洲是一個比較富裕社會 亦都有黑衣 但是現在 我們面臨的最大的挑戰 或者是 講話最大的困難 就是這場生火 所以我就 首先捐助給這場生火 為何沒有加賊 因為加賊還未起來 其實我們 他未知發生什麼事 對他未知發生什麼事 所以 總之 怎麼說 其實很多人都問我們怎樣捐 或者賺錢給我們捐 其實不好 千萬不要 你只要走到哪間店 你覺得想捐 其實你不需要捐 不需要驚訝我們 你心存善念就OK 還有一件事就是 就算你不搜尋 你不是 不是望向的聽眾 你都可以 跟別人說 喂 現在大家都 有些人真的不是那麼好景 不如幫助一下他們 發覺心 發覺心很重要 是啊 少少不重要 其實真的 少不重要 有時候你會有些改變 即是那些稅銀 有些連鎖式快餐店 前面應該有錢箱仔 如果你有些稅銀 覺得我不需要 都可以捐的 是嗎 沒錯 如果可以的話 最好 做過什麼善事 分享一下給大家 給多些人知道 感受一下正能量 不是說好 是感受一下正能量 不是說好 是鼓勵到身邊的人 跟你做同樣的善事 這個很重要 其實 不是浪費命 不是浪費命 你捐兩個都可以嗎 有時候 要捐多少個 沒有的 隨心 兩年而為 對 兩年而為 你覺得開心 到時候就明白了 有時候你捐都可能 看到那些人 有得吃 你吃起飯來的時候 你自己覺得安心一點 是 所以其實我也是 我以前都是 如果有朋友 有什麼失戀的時候 其實我會叫他做好事 因為其實我有個 我有個理論是跟他說 那女仔不喜歡你 你控制不了這些 但是你做的好事 你見到那些小朋友笑 你起碼得到一件事 你自己開心 你應該做好事 有時候也是 有些人生日 就問我 你想要什麼生日禮物 我不用了 真的不用買 然後他問 你在哪裏 買給你 送給你 不如你用我的名義去捐飯 用我的名字去捐飯 這樣就可以了 是的 其實我知道我們有網友 也有自己做這些捐書活動 其實我也謝謝他們的鮮心 他們有時候是不出聲 但是很多人都是做了 其實我做了 很多次問 其實我真的 很感謝 很感謝汪洋子有你們的鮮心 謝謝 是的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好 謝謝大家 拜拜